從小節很多人要在家裡烤肉 可是就很怕油煙弄到整個家裡通通都是 所以市面上其實有很多是無煙烤盤 還有這種叫移動式的抽油煙機 詢問度非常的高 但是大家就很好奇說 你這些小物到底可以把煙排除嗎 我們今天就實際在室內烤肉來實測 像是烤蔬菜 烤香菇 或是烤肉 這些煙到底會不會不見呢 新鮮里肌肉片烤盤上滋滋作響 肉香味扑鼻而來 烤到焦黃後再來點甜椒野菇來解膩 中秋節少不了烤肉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只能在家烤標榜無煙的電烤盤超級行 那它還有一個特殊的一個設計 能夠讓油它到滴到水盤下去 那並且呢它有一個排煙的設計 所以在這個料理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可以讓這個煙呢 好 減到最低的一個效果 無煙烤盤真的能無煙嗎 實際來測看看 像是蔬菜以及香菇類 可以看到幾乎是沒有油煙的 不過如果是油花比較多的肉片的話 還是難免會有些油煙 這時候只要按下排煙鍵 可以看到油煙在5秒內就被吸光 特殊抽風設計 油煙不亂飛 如果還是擔心有殘留 可以使用桌上型移動式抽油煙機來輔助 比一比小資族可以在家裡放個循環扇500元就能入手 如果是一家人一起考家中頻數較大 再搭配空氣清淨機加速空氣流通 同時把意味給去除 但價格就要破萬元 所以在空氣清淨機的詢問度上也增加了兩層左右 空氣清淨機分成三層的設計 第一層是沙網 第二層是火星碳 第三層是我們的濾網 那分別可以過濾掉我們一些空氣中的意味分子 或是甲醛或是一些塵蠻PM2.5 家裡面的人如果聚在一起吃的時候 那個準備上很方便 在家烤肉不想搞得無緣瘴氣 業者各出其招搬出牙香堡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才能考得健康也安心 東森財新聞 楊昭玉品杰台會報導